《武林外传》中被隐藏的真相,秀才真的逛了青楼吗?小郭知道后可狠了。 《武林外传》,这部剧,小时候的我们看时只觉得好玩又有趣。 但事实上,当我们再次回头看时,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被我们忽略的真相。 不知道当年看剧的你有没有发现呢? 点订阅爱观历史,请到深处加个关注。 首先就是关于秀才,还记得秀才榴莲及庆街那一回吗? 一开始,掌柜让秀才去十八里铺收账,但是三天了都没有回来,后来小六来到客栈,对掌柜的说原来秀才去了青楼。 跟青楼中的一庙林女子,喝酒唱歌,吟试作对,简直是乐不思蜀。 当然这个事情在金香玉到来之后已经澄清了,她开的酒楼不是青楼,而是青楼。 而最终大家统统都留在青楼的原因,是为了演一出戏,给童香玉的生日惊喜。 但从这里,其实我们看出是很有问题的,要知道为了给童香玉惊喜而配合金香玉演戏这个点子,一定是在白展堂去青楼之后才和金香玉合计的点子。 而之后的小六,大嘴来了之后没有回去,也是因为这个点子。 可是秀才一开始明明就是去十八里铺收账的,既然收账,怎么就跑到青楼去了呢? 青楼是一家新开的酒楼,绝不会欠同服客栈的账的。 因此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秀才真的逛了青楼,虽然并非是名副其实的青楼,但在酒楼之中,跟酒楼的美女掌柜喝酒唱歌,吟试作对,三天不回家,这样真的好吗? 郭芙蓉作为《武林外传》当中最接近女一号的女二号,在年轻的时候就赶一个人孤身闯荡江湖,但是在闯荡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神坑老白,也就是白展堂。 郭芙蓉两次闯荡江湖失败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白展堂,而同时郭芙蓉的父亲是郭巨侠,也就是大侠中的大侠。 除此之外,郭巨侠作为朝廷中的人,六扇门的四个最顶尖的人物中的三个人都出自他之手。 而郭芙蓉又有八个师兄,这八个师兄同样跟随着自己的父亲习武,于是郭芙蓉又被称之为九师妹,而郭芙蓉的妹妹也就是郭强威,她的父亲是郭巨侠的兄弟同事,六扇门的鸡道总顾问。 在白展堂走的时候,湘玉和白展堂却发现小郭在磨刀。 他们还以为小郭想要杀秀才泄愤,却不曾想小郭只是催促老白赶快把秀才带回来,还让秀才给他买一根脏花和腌制回来。 这时候你还记得小郭对湘玉说想要怎样惩罚榴莲青楼的秀才吗? 小郭对湘玉说,她磨刀是为了将秀才身上所有的毛发都刮下来,刮干净之后再拿着秀才买回来的脏花沾着胭脂,在她的脑门上刺上四个大字我是花痴。 讲真,郭女侠就是郭女侠,见识到她的手段了吧。 幸好秀才没有真的去青楼,否则以小郭的性子将秀才慢慢折磨而死也是有可能的呀。 而且小郭还说了光在秀才脑门上写上我是花痴还不够。 更觉得还在后头呢。 小郭对湘玉说,她磨刀是为了将秀才身上所有的毛发都刮下来,刮干净之后再拿着秀才买回来的脏花沾着胭脂,在她的脑门上刺上四个大字我是花痴。 讲真,郭女侠就是郭女侠,见识到她的手段了吧。 幸好秀才没有真的去青楼,否则以小郭的性子将秀才慢慢折磨而死也是有可能的呀。 而且小郭还说了光在秀才脑门上写上我是花痴还不够,更觉得还在后头呢。 据小辈的爆料,小郭在房间里还准备了辣椒水,疑似火药的黑色粉末等,想想就有些恐怖。 不用说这些东西一定是用来对付秀才的呀。 不得不说,最毒负人心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如果秀才确确实实去了青楼私混,那么小郭做的这些简直可以原谅了。 对感情不忠贞的男人也真的没必要再给他什么好脸色看了。 虽然最后事情终于真相大白,只是金香玉的一个计谋罢了。 但是这一集小编实在是不喜欢,更不喜欢金香玉这个人物。 然后再说老白,还记得老白脑震当中失忆那次吗? 全店的人为了教训老白特意跟老白演了一场戏,之后还将老白一个人丢店里,然后其他人去广阳府玩。 但就在这个时候展红铃来了,童香玉不放心,便拐回客栈偷看。 这个时候老白当真没有发现童香玉吗? 要知道他可是道圣啊。 童香玉他们动静那么大,怎么可能没发现? 展红铃逃婚到此,就是为了问白展堂爱不爱他。 那时的白展堂很犹豫,然后问了一句你觉得爱是什么? 然后就说让展红铃慢慢想,他去下碗汤圆。 这个时候明显都已经跟童香玉撞上了。 白展堂怎么可能没看到呢? 接下来在和展红铃的对话之中就可敬的夸香玉,然后说自己跟香玉的感情多么多么好。 其实小编觉得都是因为知道香玉在才这么说的罢了。 因此老白其实骗了香玉,否则在最后送走展红铃时,老白的眼神明显是不舍的呀。 明朝是秀才有特权是事实,但是不是全部事实,大优势仅存于明朝开国那两朝,因为百废待兴,读书人少秀才少而且政府缺人。 所以秀才即便不能中举,回到地方还是很容易关路畅通。 作为明语官的桥梁混进世身阶层,甚至太祖时期秀才还可以直接当官。 但是明朝约到后期,秀才越来越多,慢慢的就越来越穷越来越不值钱,剩下的就只有读书人的傲骨和骨气死撑了。 他们的优势和特权分分中撑不起他们家庭的需要。 秀才是有补贴的,这是真的,但是补贴并不一定。 比如在清朝,一等秀才的补贴是每年四两银子,省省刚好够一家老小吃喝,而一等秀才的以外就越来越少,一些偏远乡线就更少了。 比如提主说的李秀才,就是没有补贴的,因为他考取公民后不考了,那就没名字了。 林生是美界同路的前四十名,他能拿的最多就是小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人向学给秀才发的补贴,这个补贴肯定多不过国家给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已经快要饿死了。 其实,《武林外传》里的吕秀才显得比较无能,是人物的设定而已,并不能用吕秀才这样的个例来判定整个明朝乃至古代的秀才是什么状态与水平。 在剧中,吕秀才曾经说过,他三岁读千字,五岁被腾尸,七岁熟读四书五经。 这样的头脑简直就是神童,几乎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机智过人。 白斩堂也名言,旧秀才那脑子,他不骗别人就不错了。 不过吕秀才也有两个怪怪的地方,一个是怎么都记不住惩罚口诀表,一个就是吕氏不忠,吕秀才的优秀,也可能是遗传。 因为他祖上三代都是知府,在明朝时期,知府这样的职位也不算低了,明朝知府前期是正四品,后来是从四品。 小说,如林外史,里面的范进,虽然高中举人,但是,却连宋代大诗人苏氏是谁都不知道,这也是当时读书人中很常见的。 梁启超也曾记述到,当时清代的举人秀才们,很多都不知道秦汉唐宋这些朝代到底是谁挨着谁。 这样的一帮人当上了官员,其工作能力那就可想而知了。 古代的县官上任后,往往要靠着师爷帮忙,才能应付日常工作,结果什么形名师爷,简古师爷变成了实际的政务操纵者。 因此,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从整体上来说是完全失败的,根本就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 秀才举人们实际上大多都是秀花枕头,肚子里一包康,中看不中用,古代教育为了科考。 学的四书五经严重偏科,学了几十年的知识可能生活中却用不到,又考不中举人不能围观,但是社会福利还是挺好的。 郭芙蓉与吕秀才他俩的结局还是好的,在大电影中小郭已经怀了身孕,后来生下了两个女儿,一个叫清宁,一个叫清成,两个人的武功都非常高。 而清宁还在六扇门工作,真是前途无量。 秀才在四十岁的时候也已经中了举当了官,后来还称升官成了户部的侍郎,这一点在龙门雕局中也有体现,但是也是因为私房钱的关系。 日子也是很艰难,如果被发现的话,免不了就是一顿暴打呀,毕竟小郭的脾气是人人都知道的。 虽然,龙门雕局,最后不管是热度还是故事性上,没有武林外传那么经典,但观众们还是能把它当成一个番外故事来看的,整个故事时间差不多就在武林外传时间线二十年之后。 龙门雕局本身就是武林外传中童香玉的家,整个故事也是围绕复兴雕局而展开的。 剧中也出现了白展堂与童香玉的孩子白晋琪,以及吕清侯和郭芙蓉的孩子吕清成。 从这也能间接说明,武林外传中的人物结局都很不错。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